五艘一船並排停靠 且通通燃起熊熊大火 火勢還相當猛烈 濃濃黑煙直傳天氣 畫面看起來好驚悚 而這時屏東東港 下午五點多發生火燒船意外 消防隊出動了12車 24人前往搶救 根據目擊者透露 一開始只看到一艘船起火燃燒 但因為船是綁在一起 才會演變成連環火燒船 如果你有一個起火點 如果船在一起 那就容易燃燒 那就下午因為下雨 它可能要有風刺啊 據了解起火的船 是捕撈鮪魚跟騎魚的遠洋漁船 研判可能是電線走火 但確切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警銷調查釐清 而也因為每艘船造價就要五六百萬 粗估業者損失至少三四千萬起跳 一場大火恐怕讓漁民們欲哭無淚 但在馬族又有拖船 疑似因為操作失誤 擦撞新台馬輪竟導致沉船 撞擊畫面也曝光 可以看到拖船 快速的向停車新台馬輪撞過來 讓造價兩億元的拖船因此翻覆 所幸船上五個人都或許沒有大礙 而當時巨大撞擊力道 也讓船上七十八名的神科 全被嚇壞 還在海上面啊 它已經把我們拖出去啦 撞一聲很大聲 動 我想說什麼 我就說撞到了 撞到了 有喔 有嚇到 可是不知道是什麼回事啊 就是動一聲很大聲啊 我們應該本來就是五點到的 現在已經八點半了 你看三個半小時了 船賣行程因此沿路開四個小時 索性沒有造成傷狂 但沉船造勢責證 卻是有帶警方調查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